的确稍早的时候气象局也宣布说 现在这个海盔台风已经生成了 那么这个海盔台风尽管距离台湾有2340公里远 但是它对于台湾而言会影响到苏拉台风的路径之外 它接下来的走向也关乎到苏拉台风会不会来一个回马枪 甚至被这一个所谓的海盔台风给拉回来 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所谓的藤原效应还有待观察 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这个海盔台风已经生成了 那么中间还有一个高压 这高压就会再把苏拉台风往下推 也因此稍早最新一报 气象局认为苏拉台风的路径还会再往南修一点点 本来说会登陆台湾 但是现在看起来恐怕在预测上面来看的话 应该会经过巴士海峡 但是南台湾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苏拉台风尽管现在是一个中度台风 但是呢稍早如果转向到这个海面上的话 它很有可能会再度变成一个强烈台风 也就是说礼拜三礼拜四它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呢 到时候还是一个强烈台风的等级 那么呢就要留意这苏拉台风为南台湾带来的风雨了 再来我们看到这个苏拉台风的动态风场告诉您 刚刚提到所谓藤原效应 就是以美国模式这个方向来看的话 您会发现当这个所谓的海魁台风逐渐来靠近台湾的时候 苏拉台风是不是已经快要不动了呢 那您再看到两者台风如果非常靠近小于1000公里的时候 这个海魁台风就会牵制住苏拉台风 甚至您看到它会开始拉住它 而且苏拉台风还会往回来 这是以美国模式预测说这个海魁台风是如何影响苏拉台风 不过目前这样的一个模式预测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再来我们看到前世路径图来看最新一报有关苏拉台风的路径 目前来讲的话 预计在今天入夜之后就有可能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要留意在明天下半天也就是礼拜二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而接下来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会是苏拉台风最靠近台湾的时候 目前它的暴风半径是150公里 未来不排除会涨到200公里 而且呢强度还会再增强可能会来到墙台 那么呢尽管它现在看起来预测路径应该是从巴士海峡这边过去 但是呢刚刚也有提到会不会接下来在9月1号9月2号 也就是周末的时候反而被海魁台风拉回来就有待观察了 那么呢可以确定的是因为呢 已经从南风海面这样掠过 那么影响的警戒区域就可能会包括了云家南 还有高雄跟屏东这几个区域恐怕会感受到比较强的风雨 不过以今天来说的话 这个苏拉台风已经开始影响到沿海的风浪了 所以今天来讲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横城半岛 就要留意这个沿海已经出现两公尺浪高的长浪 刚刚气象局也说礼拜三礼拜四苏拉台风接近的时候呢 沿海风浪会高达六公尺以上 说这几天如果没事的话尽量不要靠近海边了 我们来看到的是各国模式预测来带你掌握 刚刚有提到紫色这条线就是美国的预测 他认为接下来这个海魁台风还有这个苏拉台风 现在两者还有2500多公里远 但是呢随着他们两个逐渐靠近 那么很有可能这个苏拉台风在这个巴士海峡这边 又有可能再被拉回来 不过以欧洲模式来看的话会认为说苏拉台风 应该不会受到这么强的牵制 有可能海魁台风会到它的路径走 而且不会产生所谓的藤原效应 但是两者会不会受到影响 万一真的产生藤原效应的话 那影响台湾的风雨势必就会再拉长 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 最剧烈的影响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这一回苏拉台风我们可以看到 以今天来说的话风雨还感受不到 那么是以午后山区的雷震雨为主 礼拜二的话随着它的外围云系 已经开始影响到东半部的风雨咯 你看到东半部的雨会渐渐增加 正于西半部反而会因为受到一些 沉降作用影响 要留意今明两天 包括北部西半部的观众朋友 会感受到天气非常的高温炎热 而且还有可能在近中午的时候呢 高温来到36度以上 提醒西半部的观众朋友 今天外出的话 反而要做好一些防晒补水的工作了 而礼拜二开始又正逢我们的年度大潮 而且大潮时间蛮长的 那么呢就要留意这回苏拉台风 礼拜三礼拜四带来的影响了 你看到以目前预估来讲 在礼拜三礼拜四 包括花东地区 还有呢云嘉南高平地区的雨势 会非常的惊人 因为正逢大潮低洼地区 更要留意可能会有激烟水的情况 而至于北部地区 也会开始逐渐感受到风雨 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 还是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 而且刚刚也有提到了 这个海魁台风会不会拉着这个苏拉台风又来一个回马枪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恐怕这个降雨还会在网上修 提醒观众朋友 持续锁定东森新闻的最新气象资讯 再把时间还给嘉婉 感谢观众朋友 感谢观众朋友